各位評審、各位老師,大家好。 我的主題是黃金閣的水深與培養土生長主教。 研究動機。 我會選定這個主題是因為, 當我在想要選定這個主題的時候, 我想要從我最有最感興趣的職務開始發展。 我決定要做比較容易種植的黃金閣, 於是報告文化帶我到圖書館去尋找相關的書籍, 發現黃金閣不只可以用土生種植, 也可以用水生種植, 於是我想要比較這兩項種植之間有什麼差別。 2. 研究目的。 這次的研究目的是要讓我知道, 水生與土生之間有哪些差別, 哪一種生長速度比較快, 還有黃金閣有無製造的差別。 3. 研究方法。 我要做四分黃金閣, 兩盆是水蒸, 兩盆是培養土種植, 焦水和濕水的量都要一樣, 每天去量四分黃金閣的高度, 其中一盆土生和一盆水蒸必須放在室外, 另外兩盆只要放在陽光下。 4. 研究設備及器材。 在研究中,我所謂科學器材有花粉, 四盆紅金閣, 焦水容器, 枝齒, 配樣種植料和紙箱。 研究結果, 我們討論, 這是陽光下黃金閣的數據。 從製造數據中, 我發現土生的紅金閣生長數據快於水蒸。 我發現土生每天最低的生長數是6毫米, 最高的則是9毫米, 水生最低則是5毫米, 最高是8毫米。 這是室內紅金閣的數據。 從這種數據中, 我發現室內的水生增長數據快於土生。 我發現水生每天長約4到20毫米, 土生則是4到11毫米。 我發現有一日照對黃金閣 似乎有極大的影響。 謝謝大家。 好,謝謝小鈴鐺。